重點 就是說他可能在 是因為自己的親身感受 然後才去決定要去開設這個影片 那在開設影片之前 他可能就是也是在網路上搜尋一下 大概自己的 所需要的一些資訊 然後才去採訪 然後他從中間可能發現了 這些神珠的倦養可能是一些信仰 還有傳統傳統宗教的一些 習俗文化造成的這個 這個倦養的這個行為 那他剛剛其實有簡單講到 就是說一些拍攝的狀況 可能就是盡量不要去干預那個受訪的人 他的立場這樣 那今天謝謝大家來參加記者會 謝謝 好 謝謝這麼盡責的主持人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標題是非常驚豔 我認識瑞珠這麼多年 到現在沒有想到幫他下這個標題 叫瑞珠與神珠 真的很棒對不對 他說一講我就開始 他說啊對 我怎麼沒有想到這樣子 他這個這個標題不當然就是切重要點 而且諧音 然後就是可以講出一個人的特性 瑞珠與神珠 原來當時爸爸媽媽給瑞珠取這個名字 就是為了要拍神珠 那真的這個標題我首先想得非常好 這個老師如果你沒有給他總成績加個一分 所以不能走出這個教室 那這個叫關書 這個這個標題我覺得下次非常好 那首先就肯定這樣子 那班上同學的創意都非常的好 我認識他這麼久我真的沒想到 所以有的時候距離太靠近了 反而就是想不到那種東西 就是有的時候 反正你很厲害就對了 今天這個標題我實在覺得是 今天我的收穫 就是來上課 反而就是我認識了 原來瑞珠是跟神珠可以放在一起 然後瑞珠與神珠記者會 那內容這是標題 小標可以再下採訪通知 以後我會講你們發採訪通知 以後你們都可以幫這個班上開記者會 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們依照每個人特定 你要說你是攝影 你不是覺得你要選擇電腦小姐 或者說我的錢是精神電腦與我什麼的 或者是什麼工藝人生 反正你有太多可以談的 但是你一定要講出你的最愛 然後你每個人為自己舉辦 演唱記者會發採訪通知 然後大家想想想 很好玩就是你們學習 晨曦嘉年華的時候可以來 你幫助可能穿個正式一點在那邊播報啊 什麼你們現場連線啊那種東西 我覺得就是很好玩 因為以後的公民記者不只是寫稿 像你有是你的專長 你可以變成一個你的特性 如果我當一個經紀人的話 我要把你打造成一個 反正是很有趣啦 依照個人特色 那像剛剛攝影師也聊到你 拍我拍我 拍我 然後他就繼續問了 就表示這些 音體有內化到各位的心中 好 那我們是想繼續問 還是想要來實作一下 人物的彩血300字15分鐘 好不好 既然問了吧 大家大家都有抄嗎對不對 人物的彩血 好這叫人物特寫 我們開頭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好 導演的寫作原則 人事實力物 我們今天先練平面的好不好 那這個這個筆記 我就先放到這邊好了 那我們從現在就可以開始 我會停直接問 然後我們到9點好不好 十幾分鐘 跟我多寫300字 應該可以的 啊如果真的你不想寫那麼多 你寫100字也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等一下會 我們會看一下 我們會看一下